各位蘋果的讀書好觀眾 又到一個星期跟大家介紹好書的時間 剛剛大家這兩天都看到新聞 香港電台被官方整治 通訊管理局竟然將一些個人意見評論節目 要求他採訪被批評的對象 那麼荒誕的常識都要違反常理去迫害港台 最新是記者李君雅 因為他在去年記者會上態度咄咄逼人 本來調查過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現在又再投訴他 延續他一百二十日的臨時工作時間 如果收到投訴便可以解僱 李君雅一個記者為何這麼害怕呢 今天的書就跟這件事有關 我介紹給大家看的就是牛津出版社的一本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 是希望大家能夠細心閱讀的一本書 作者就是徐斌或者叫徐憤 就是美國的一位大學裡面的 好像是英文系的教授 他不是政治學的 但是這本書就叫做 《暴政史 20世紀的權力與民眾》 為什麼呢? 就是這本書對於今天發生的事 令到我們進一步理解和加深我們的認識 當然研究暴政這本書很厚 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回顧在古典政治學 即是由希臘城邦阿里士多德的年代 已經開始研究這個暴政 即是政治學一開始 就是在說這個專制獨裁暴政如何產生 以及用什麼手段去管治 包括將人分而自之 令到他們無法走在一起 團結起來成為公民的友誼 無法建立一種公民的友誼 然後就用其他的方法 包括令人道德低落 督灰成為常態 大家以卑鄙作為崇高 然後就所有東西都變成特權 你用特權去馴服那些人 即是說以前在蘇聯時代 你要出國 這是特權 你一定要幫蘇聯做間諜才可以出國 就等於今天中國去美國留學 你不做間諜 隨時叫你回去 這是特權 第二部分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歷史上的獨裁者的故事 由希特拉、列寧、史太林、毛澤東 有納粹德國的領袖崇拜 也有共產主義的領袖崇拜 但作者說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歷史上很多人以為這些領袖崇拜是因為那個人本身 狂妄自大權力欲 其實他說不是 原因是因為獨裁統治的政治邏輯 是鎮壓人的公民權利 反對人權 反民主、反自由 是因為這樣才造就領袖崇拜出來 如果不是這個管治上的邏輯需要的話 無論你權力欲多大也好 你是沒辦法成為一個呼風喚雨的獨裁者 這一個領袖值得大家花時間看 包括對希特拉和毛澤東的看法 第三個領袖是說群眾 說完領袖之後 群眾為何會願意接受他老點呢? 點完你死了三千多萬人大躍進 你到現在還當他是神般拜 將他放在家裡放在車上祈福 你就要理解群眾的心理 領袖的群眾崇拜在獨裁的邏輯裡是一種私恩 共產黨經常說 鍋裡吃飯就不能摘鍋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給你飯吃 你就要感恩徒報 你對黨與領袖的絕對忠誠就是感恩徒報 是基於一種主蟲的關係 它不一定是鎮壓性的 鎮壓性可能只是開頭 慢慢建立了一種主蟲關係 是什麼? 是感恩養育之恩 你現在看到的 1979年到現在大家有飯吃 就是共產黨的恩情 他不說一下 打破飯煲的就是1949到1979 都是他 燒了你家裡 拿了你的錢 然後給你10元 然後就說 你要向黨感恩 在這裡吃飯不能摘鍋 這種就是群眾順從的邏輯 到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 我覺得這是值得大家再深思的問題 講知識分子 為什麼接受領袖崇拜 假設他們是讀書的人 也是他們能夠知善惡君是非的人 但是為什麼在鋪天蓋地的領袖崇拜 包括在德國 立水德國的年代 包括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大陸 知識分子是完全成為狂義崇拜分子 他就說很多時候 這些知識分子本身是自己 老內保元 自己創造同景的領袖 是創造了一個自己崇拜的理由給自己 領袖未必是這樣 是他們自己在裡面 去幻想領袖 去同景他們的理想主義等等 我覺得這本書裡有一句說話 是很值得大家記住的 他引述了在捷克曾經是反對派領袖 也做過捷克總統的哈維爾 哈維爾的說法就是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我們反抗 不是因為我們看到反抗有成果 而是因為我們堅持我們的反抗是對的 在今時今日香港已經面對這個暴政 也進入了一個迫我們去接受獨裁崇拜的時代 不再講常識 不再講理智 以卑鄙、毒灰、暴力為高尚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大家的堅持 就不是說我們可以明天後天見到成果 而是我們仍然有一個是非黑白的觀念 我們相信自己所信的東西是正確的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我相信大家可以明天見 我相信你 那些地方 你的身份 我相信你